老头 没想到我也晋级了吧 这是我第五年 第一次闯进第三轮 怎么说呢 真是 又兴奋又陌生 我看了一下这一轮 我同组的对手是 小北 斯文 孟川 王建国 徐志胜 肉食动物 还有杨丽 我在里面有一种 外国人到中国打乒乓球的感觉 那些从第一季就开始喜欢我的观众 我也可以终于跟他们炫耀 外国人也是有手的 姜草也是有嘴的 今天的话题是网络 网上最近很流行一句话 经典超绿牛奶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每百毫升含六克人上高蛋白 五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念广告 经第三轮确实是不一样啊 大家不知道 很多演员还不太愿意念广告的 我就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念广告是对我能力的认可 所以导演组把广告词给到我的时候 我都嫌太少了 我觉得他们的广告词就应该是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三盐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灵门六克人上高蛋白 今天的话题是网络啊 说实话该说不说 我前几年上节目 我给网友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差了 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 网上有些粉丝过来鼓励我 也不好好说话 非得给我铺垫一大堆 给我来个预扬鲜意什么的 说那种子浩 虽然你不好笑 普端也不好 在节目也被淘汰了 但你是最棒的 我听话都不知道最棒在哪里 我觉得这人过得不顺手 真的很容易敏感易怒的 我是那种敏感到进入迷信那种人 我这四年 每天晚上睡觉 我都是开着四盆灯睡的 我每天起床的闹钟铃声 是你带来音频 恭喜进入晋级区 我已经神经病了 我跟你们说 所以我也看不得网上那些弹幕了 你们都不知道 像我这样 前几年我在节目上那段表演 他们是怎么骂我那些弹幕 他们甚至都没有在评论我的喜剧的 他们就说很讨厌我 在表演的时候 喜欢把嘴巴贴在麦克风上面 很不卫生啊 我理解的 我理解其实就是因为我表现得太差了 其实一个人他只要足够成功的话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评价的 你们看过王嘉尔唱歌吗 王嘉尔也很喜欢把嘴巴贴在麦克风上面唱歌的 但从来没有弹幕说他不卫生了 人家的弹幕全都是我好想当那支麦克风 我觉得 真的生气你知道 我每次都忍不住在下面留言 我说这也太不卫生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又生气网友骂我 我又很理解人家为什么骂我 因为我现在回去看我自己那段视频 我都想骂自己啊 是我不好 讲这么多年的脱口秀 连普通话也说不明白 去年 去年我还在节目上 我还臭不要脸说自己是帅哥脱口秀 搞得喜欢帅哥 还喜欢脱口秀的都不喜欢我 我甚至连夜给庞博打电话 我说对不起 我给帅哥丢人了 前几天真的 大家应该也有看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播出了 你们看到网上那些评论的弹幕怎么说真是 杀疯了杀疯了 我们的演员这情况就四个字 就是无人生还 每个人都被臭骂了一顿 连成路话眼线都被说了几句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眼线领导瞎线老板 今天这一期啊 是半个月之后播出的 我希望到时候我精神还正常吧 真的趁我现在还健康 我想对半个月之后的自己说 姜子浩 虽然你不好笑 普通也不好 在节目可能也会被臭骂一顿 但你是最棒的 谢谢大家 萨老师 你先下去 你先下去 萨老师是这样的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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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理解一下萨老师好不好 这玩意 当萨老师发现这根杆的高度 对于他是挑战的时候 难免会生气 好不好 萨老师我帮你降一下 怎么降呢 这个高度你合适啊 这就只能到这么高了吗 不因为我看他们讲的时候 都搭着呢 我想弄高一点 不不不 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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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李淡的身高 他搭着有基础 对啊 萨老师就这样了 萨老师 和肝儿较劲 好吧 萨老师 话筒为你修好了 好 你觉得肝儿是不是可以 我觉得这样挺舒服的 只要是你喜欢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年轻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来 我对对方便有提出的这个命题 进行一个简单的抛析 什么叫北上广爱来不来啊 这句话有道理吗 没道理 想一想 这是谁对谁说的话 北上广爱来不来 难道是北京上海的原住民吗 错 书记市长也不敢这么说呀 北上广爱来不来 你跟谁说呢 所以这道题目 当时一听我就火了 谁出的这么没逻辑的题 他们说张绍刚出了 我也想那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这个题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 是吧 完全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总是显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因为我这个身高 我很不喜欢别人高高在上的看着 包括什么 北上广你爱来不来 这种话 是吧 你们爱听不听 但是我想 我个人的理解 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说 扪心自问一下 北上广 我们爱留不留 因为选择权在每个人手 对吧 你比如像我 一个资深北漂 当然我的北漂跟很多北漂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被迫北漂 这我不是主动去的 因为当年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呢 因为是保送北大了 所以你想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我很纠结 我在想去吧 那么远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真的呀 你想万一你要不小心 收到个清华的保送通知书 你人生就毁了 就毁了 所以我想北大还可以 那就去吧 对 到了北京之后 你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什么挤公交啊 挤地铁啊 住地下吃啊 吃方便面啊 这所有的这一切 我都没经历过 都没经历过 因为在北大 生活还是很舒服的 当然 后来 本科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 哇那段时间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空当期 你是要租房 要在北京独立生存的 哇那段时间 我保送研究生 对 学校的宿舍呢 又继续延续了 所以又跨过了这样一段 是吧 人生当中的遗憾 遗憾 没有经历 所以我个人觉得 说到北漂 我给你们提三点 这关一定要过 第一 语言关 因为你不说普通话 交流起来有困难 咱们原来有个同事 你还记得吗 有一期节目 他去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 因为找不到配音演员 他自己配的音 然后我们所有人审片的时候 他阴森的声音 从片子里传出来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 有15个人 这15个人 每天干的事 就是打脸 我的妈呀 一个村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天天互相打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最后一翻译过来是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他们每天干的事 是打眼 这期节目 审的时候 咱俩都在吧 所以你要语言关过不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 歧视任何地方的方言 我会说方言 我骄傲 但是你要是说不好 普通话 交流有障碍 工作效率会低下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你留还是不留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买房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房 当时我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报到的第一天 紧接着我就去了房管科 一推门 那个老师 有事吗 你好 我新来的 有房吗 房管科 老师 新来的 来来来来 进来 坐下吧 你想要多大的呀 还能自己选呢 我说 您这有多大的呀 我们这从一居的 到两居的 到三居的 还有一千平米演播室 要吗 一千平米演播室 我也不敢住啊 天天在我家开春晚 谁受得了啊 我说那就小一点吧 最小的也有 而且还有不同楼层 不同采光 不同风景 你要哪个 我说地下室就行 哇 这小伙子你还真不挑 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排队吧 排队 我说什么意思啊你 说你看一看啊 中央台进来的 所有的这个职工 大家排队分房 我看看你前面啊 哦 三百多个 你看你看 前面你排队前面的 还有你大姐 还有赵忠祥老师 你看赵忠祥老师 都排了二十多年了 对 我说那 那您觉得 我还有必要排吗 那个老师说 不忘初心吗 等着吧 当然我也没等 因为很快 福利分房就取消了 后来变成叫货币分房 但年轻人说了 货币分房 你倒是给我货币啊 我毕业那会儿 北京最高的房价 最好的房子 大概五六千亿平米 我算了一下 如果你想住上一个 一百平米的豪宅 安居乐业 你要攒五六十万 当时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回老家 太贵了 受不了 但现在呢 年轻人该说 那房价都已经翻了 十倍不止了 你们老看房价翻倍 你们为什么不看一下 你们的工资呢 你们的工资也在涨啊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工资顶天了三千 你们现在怎么也得 三千五了吧 当然 买房子这事呢 你也急不起 因为现在房价确实贵 但你可以买远一点 你比如北京买不了 咱们买 铜线 铜线买不了 对 藏州 藏州不行保定 保定再不行 咱白杨店 熊安 那边鬼 那边不行 咱继续往下走 再往下走就真回湖北了 那跟回老家有什么区别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你留还是不留 最后一点 你的心态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藏龙卧虎 除非你才高八度 学富五车 不然你真待不下去 我都遇见一个事 一个小伙子来送快递 一打开门 大哥 有你的快递 小伙子 里边我买的电子设备 好的吧 你好不好 俺不知道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坏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讲 这个好和坏 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你只有打开盒子 那一瞬间 这个两种可能性 才坍塌到一种可能性上 要么是好坍塌到坏 要么是坏坍塌到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 叫学定恶的毛 我当时我就说 大哥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耽误你时间了 所以你说 在这样的城市里 到处都是人才 到处都是能人 你能留下 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态 不忘初心 最后告诉大家一点 北上广 爱来不来 这句话 按不同的方式读 它是不同的选择 北上广 爱 来吧 来 坚定信心 北上广 爱 来 不来 这是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 更多的是第三种 北上广 爱 来不来呢 这个问题 那是学定恶的毛 你只有打开了盒子 那一瞬间 你才知道答案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Rock 我是王绵 我们是 大刀个儿组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 北京北京 2003年我到了北京 开始了北漂的生活 那时候我才知道 北京的地下室 还有地下四层 地下四层的房租非常便宜 但我还是选择了地下二层 因为我比较喜欢住在高层 和我一起到北京的还有一个朋友 他叫大亮 他说过很多大话 他说总有一天 他要买下整个北京 虽然当时我们连整个的北京烤鸭都买不起 有一年过年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中介扔掉了他所有的东西 我过去想拿点有用的 被安置交了三个月房租 我问他你东西怎么办 他说你扔了吧 我说那你的吉他呢 他在那边想了想说 扔了吧 当我住在北京的河祖房里 隔壁的情侣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每天晚上的鸿鸣和电钻之音 我似乎听到他翻衍了新的生命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活着 我却想死去 如果可以选择 我想当个明星 最后娶个外国姑娘也行 北京234567 北京 租的房子到公司有几十公里 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老铁送你个火箭吧 人们每天在地铁里相互拥挤和外交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揉脚 没有关系聚了也比和谐高 我在这里弹琴 其实我也可以 你继续 北京234567 北京 如果有一天 我不得不离去 我希望人们把我卖在这里 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在这有太多让我全联的东西 北京 北京 我美不美 对 这是我老公每天都要问我的问题 每天早上你醒来就面对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北上广爱来不来 其实我毕业之后呢 我就到了一线城市工作 我当时在深圳 我觉得这个大城市就是生活压力特别大 房租非常的高 当时我妈去我住的地方看了一眼 我妈就哭了 我妈说哎呀你太苦了 你说你一个人就住在这么又小又破的地方 我说没事骂不是一个人 这是我六个室友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在大城市啊 就情侣之间相处他们的效率都特别高 就是一对情侣啊 他们在一起时间不久就会住在一起 因为可以省房租 就是你知道男生跟女生都是这样表白的 说亲爱的 我俩住在一起吧 我俩的感情到了吗 这么快吗 不是 是我房子的租期到了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的女朋友真的搬到你那里去住 你怎么好意思问她要房租 你怎么开口对不对 你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你只能问她 亲爱的 你说我俩在一起又一个月了吧 你知道那个房租都是一个月一觉的吗 要不是这样 我俩平摊好不好 女生很生气啊 平摊 不行 这样 283746成交 但是我觉得在大城市谈来有个好处啊 就是你特别容易白头偕老 因为分手的成本是特别高的 就你一想分手都特别麻烦 就情侣两个人就是说到分手 吵架都是这样吵的 我要给你分手 你分啊 看你上哪找这么便宜的房子 大城市里面的夫妻啊 他们离婚也都特别现实 就你说离婚 你好不容易离婚手续办好了 哇 你想搬出去 突然发现房租那么高 你只能继续住在家里的沙发上 所以说呢 就很无奈 离婚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吧 就你还要天天看到的话 真的特别烦 而且你说你俩就离婚不离家 你俩住在一起 你俩还是会因为以前的问题吵架 哇 你的前妻就天天骂你 你为什么不希望 再不希望跟你离婚 已经离了 哎 我跟你说 我就是因为不想希望我才离得婚 已经离了 你再不希望你就搬出去 好 我洗 而且在大城市生活有个好处啊 就是未婚的朋友们啊 真的特别好 就是你很难被催婚 因为你回到老家之后呢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 哇 天天都会在你面前唠叨 但是在大城市不一样 他们见不到你 他们只能通过打电话 发微信 以及见微信群在里面 at你的方式来催婚 这种方式呢叫做云催婚 对 而且呢 就我一个朋友啊 她天天接到她妈妈的催婚电话 哇 那种感觉 就跟接那个推销产品的电话差不多 每天一接电话都是这样 对不起 我真的不需要 不是 我跟你说 这个姑娘真的很好的 很多人选择她非常抢手的 我跟你说 我说了我真的不需要 好吧 不是 我跟你说 儿子 妈妈给你买机票 你免费回来体验一个月好不好 不是 妈 你这样我挂电话了 不是 你这个孩子真是 祝你生活愉快 而且我觉得大城市生活 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大城市的生活 和设施非常的便利 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出门 就可以遇到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宝 还有共享雨伞 当然了 我觉得你回老家也不错啊 可以共享天伦之乐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红色 我的幸运色 我歌迷都是红色 所以你们都是 哎呀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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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我就不唱歌了 因为我怕我赢的不光彩 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 北上广 爱来不来 05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当时我就当机立乱选择了 来 就这样我就从贵州来到了北京 我以前特别喜欢 在屋顶上面唱歌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呢 我发现我找不到屋顶了 北京没有屋顶啊 我 我刚才找到一个屋顶 我刚爬上去 哎呦 我旁边人就特着急 就赶紧把我往下拽 都以为我要寻短剑呢 跟我说 何姐你唱歌特别好听 你快下来 然后最后呢 我越唱人越多 唱完他们全上屋顶了 都寻短剑呢 我以为你们不会笑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我经常在各个大小的城市飞 然后呢 我在机场待的时间 比家里面待的时间还长 所以在我心里面 机场就是我的家 那好多记者都经常到我家门口蹲点 有一次呢 就正好在机场拍着我了 还配图跟我说 上面写的是 和解腿这么粗 为什么还硬要穿短裤 好死不死这条信息呢 就发到我自己手机上来了 其实当时我拍的时候 我是戴着口罩的 但没想到我还是被认出来了 你们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 我是娱乐圈第一个光屏腿粗 就能被认出来的女艺人 在北京养孩子压力也特别大 尤其是我这俩孩子 一孩子哭 第二个跟着哭 哎 我的妈呀 我身边啊 我感觉每天我就像背了两个大音响 而且还是立体环绕的 关键是 这俩音响啊 他没办法把电源给拔了 赶紧把他送到幼儿园 想把这份压力 我就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 但没想到那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呢 不止孩子也压力大 家长压力也特别大 在幼儿园开家长会 居然要说英文 不过这样的幼儿园的教育水平 也是相当高的 不但培养了孩子的水平 也把家长的英文水平 也顺带练了 像我这种平时听力不太好的呢 每次开家长会 我都积极发言 开了几次家长会之后 我终于听懂了 Shut up please 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 尝试新鲜的人 特别喜欢过那种 没有过过的生活 然后经常想要 换到各种地方去住一住 但后来发现在 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呢 我根本就搬不走 因为北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和经历 还有很多的回忆离不开 比如说 豆汁啊 炉煮啊 炒肝啊 还有那些屋顶上需要我的人 北京就是这么一个有魔力的城市 你爱来不来 但是 你一旦来了 就没有那么容易离开 因为你会不知不觉爱上这个城市的 然后最后我想说一句 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谢谢大家 我说再见 大家好我是李大 这期呢聊什么北上广啊 爱来不来 现在呢就很流行一个说法 很多人爱聊这句话 说什么要 逃离北上广 对吧 去田园木戈 去寻找诗和远方 朋友们 我就来自远方 诗和远方 真的过够了 我是一个内蒙人 我真受够了 很多人很羡慕 说内蒙人很好啊 大草原 星空下多美啊 你看图片是很美 你知道星空下有多少蚊子吗 内蒙的蚊子就跟这个麦差不多大 我不夸张 就草原上 真的就这么大 而且你知道草原上是没有厕所的 我们从小只能在草原上方便 然后你在草原上方便呢 我们就从小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你蹲那方便的时候 你不能稳稳的蹲着 你得有规律的晃动 这样呢蚊子不会落到你身上 你明白吧 很实用啊 你们以后去草原玩这个很实用 真的 你让这种这么大个的蚊子 叮一下屁股 肿得你裤子都提不起来 特别夸张 我现在都是后遗症 就是田园木哥的后遗症 我现在马桶上坐着 我不这么晃养一下 我就觉得方便的不彻底 所以你说田园木哥有什么好的 很多人还很向往是吧 那个孩子的诗啊 写得很向往 什么 喂马 批柴 从今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喂马 你喂过马吗 我喂过 我喂马的时候 真的很关心粮食和蔬菜 因为卖菜的车 一个星期才来草原一次 你们小时候都说 妈妈 我想吃汉堡 妈妈 我想吃薯条 妈妈 我想吃新鲜的大白菜 很苦啊 那个日子真的不好过 你说我们内蒙人 为啥那么热情 因为寂寞 草原上好不容易来个人 我还不热情点 为啥要灌你喝酒 就想让你喝难受 多陪我呆两天 而内蒙人劝酒 你咋不能再喝 再喝走不了啊 我们就 哦 是吗 床都给你铺好了 那个 问你啊 你睡觉的时候爱动吗 翻身什么的 不爱啊 那容易让蚊子冰了 你动 那个 为什么蒙古包里有蚊子 因为蚊子特别喜欢牛粪 蒙古包里有牛 你别激动啊 蒙古包里肯定有牛粪啊 要生火 你刚吃的那个肉啊 就是烧牛粪煮的 原汤化原始 Welcome to田园木哥 你们没过过那种田园木哥的生活 而且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现在老说这个逃离北上广这个事 宣传逃离北上广的媒体 组织逃离北上广的那些营销账号 这些人啊 是不是全部都生活在北上广 这是不是太像一个阴谋了 说你们快走 北上广不好 说你怎么不走 哎呀我走我走 谁骗你们钱呢 我就坚守工作岗位 而且中国其实有四个一线城市 为什么只聊逃离北上广 这会不会是深圳市人才引进的一种手段 你们都在那说逃离北上广 人家深圳 来了就是深圳人 而且很多人就为什么老说这个呀 说要田园木哥呀 就是解释都是说 因为说时代发展太快了 人心浮躁啊 想慢下来 让自己的心修个价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说法 因为我觉得时代就得发展的快 你仔细想 就是时代发展的快 才给了你慢的权利 你明白吧 你在城市里生活 田园才是木哥 你只能在田园生活 那就是你一生唯一的哥 你只能在那待着 很惨的 你想如果时代发展的慢 那我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小时候过的是山头等白菜的日子 现在过的是把这个编成段子 骗你们前的日子 是吧 这田园木哥能做到吗 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谢谢大家 等一下等一下 田园木哥呢 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有田园木哥才能保证牛奶的鲜 我们现代木业鲜雨纯牛奶 从鸡奶到加工两小时完成 真正的鲜奶 是最能装嫩的牛奶 看到没有 是城市让我赚到广告费 谢谢大家如大 我现在换一个对手还来得及吗 嗨 我是韦若琛 第一期节目播出以后呢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 膨胀了 我的春天好像来了 因为现在每天都有不同的女孩跟我表白 但是我不敢接受 因为我害怕他们不是看中了我这个人 而是我的IT技术 然后每天都会有同学啊 亲戚啊联系我 连我妈都给我打电话 喂 儿子你记得我吗 我是你妈呀 你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什么吗 你记得吗 三年级的时候我打过你一次 我说 有印象 你有个屁我就没打过你 从小到大我都没打过你 你果然把我忘了 这期的主题 北上广爱来不来 对我来说呢 其实你们可能没看出来 我是一个宅男 我知道很多人想到宅男就会觉得 不出门 没有朋友 每天都在跟家具聊天对吧 其实就是觉得宅男都有神经病 你说是吧 话痛 对一个宅男来说 北上广实在是太远 真的我每天宅在宿舍里面 下个楼都跟进城一样 食堂就是我的CVD 世界的尽头在水房 这在学校生活很丰富的 去年我们学校还上新闻了呢 因为我们学校开了一门课 叫青春无悔课 这门课上它要求 女生签一份承诺书 承诺拒绝一切形式的婚前月轨行为 这门课简直太棒 因为通过这门课 我可以知道谁没钱 这门课就是我的灯塔 你很难想象我们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 竟然有艺术节 就好像人类艺术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终于在这里遭遇了低谷 今年我们计算机院召集了全院所有的女生 一共20多个人 排了一段GT5 其实就是一群学计算机的女生站成一个方阵 然后跟着音乐拍着手不停地变换队形 就像这样 这么老龄化的一个舞蹈怎么欣赏吗 它就好像是在传递一条信息 就是我们院的女生 站成四排缺一个 站成五排缺两 N等于4A-1等于5B-2 一共23个 当个学生多好 我们是怎么说的呢 祖国的花朵 经过学校的栽培成为国家栋梁之财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喜欢把学生比喻为植物 有一回做梦我还梦见我变成了一棵树 不得不说当一棵树还是挺带劲 狗在我脚上撒尿 鸟在我头上拉屎 谁喝多了都吐我一声 当然了也不是没有好事吗 树下开出了一朵美丽的小花 我愿意为她遮风挡雨一声一试 春天到了小花兽的别的花啦花粉 结了好多种子 什么意思 没事 春花叶 书页都是绿色的 这只是一个梦 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某种隐喻 大学就是我的北上国 就这样吧 话筒跟大家说再见 大家好 我是张博洋 这一期呢主题是叫什么来着 对 北上广爱来不来 对吧 就说大城市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大城市里面生活 真的最令人头疼的就是租房 在座有谁租房的吗 古章我看一下 真的只有这么少吗 你们能不能对自己诚实一点 没有什么丢人的对吧 我就是租房住的 我觉得租房真的是一个特别令人头疼的事情 对吧 因为你会发现真实的装修 广告说是精装 其实就是简装 对吧 说是简装 其实就是毛坯 说是毛坯 可能就是个地基 有次我去看一个精装修的房子 就是20年前可能真的是精装修 但是现在看来跟毛坯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就明白了精装修的真正意思 经历过装修就叫精装修 对吧 当然我觉得比精装修更有水分的呢 就是地铁房 我们都在APP上看到一些地铁房 对吧 经常会这样写 一个房子距离地铁站700米 但是这个700米 它不是步行距离 而是直线距离 对吧 说是700米 中间隔着一条河 我要去地铁站 我得先走路 再游泳 上岸骑个共享单车 这不就是铁人三项吗 我这种房子住一个月没有受不下来的 哪怕是和解 所以我们看中介的广告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我们要 不能看他写了什么 而要看他没写什么 因为他会把所有能扯的优点全都扯上去 我去看过一套房 破到什么地步 我跟你们说 就是连中介都已经找不出他的优点了 看了半天跟我说 这个房子呀 据说风水特别好 我看了一下真的是风水好 厨房漏风 厕所漏水 住起来可能比较简陋 但是50年之后埋在这块 我觉得还挺好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如果你把你的电话留给了一个中介 就相当于留给了所有中介 前天我就接到一个 张嘴就问 喂 你到底要不要考虑买房 啪 我就挂了 什么态度 然后才发现 打电话的是我女朋友她爸 当然租房最烦的 我觉得就是搬家前一个月 每到这个时候 中介就会带着全国各地的租客 来你这里参观 参观就参观吧 还有拍照 拍完照了 还有问你问题 房子住的怎么样啊 住了多久啊 我感觉我那根本就不是我住的房 而是一个名人故居 我只是里面的解说员 一开门 各位亲爱的游客大家好 欢迎光临张柏阳先生的故居 首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五平米的客厅 该客厅于1998年建成 历史悠久 张柏阳先生偶尔会在这里吃饭 边吃饭边喝美之园三重过来城 这是他一天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再看到这边 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卧室 足足三平米 大家注意那个窗户 对是画的 非常的逼真 张柏阳先生偶尔会在这里看看风景 那么大家右手边这个阴暗潮湿的小屋呢 当然就是厕所了 这里的马桶常见漏水 据房东说 这是象征着生活的幸福 远远流程 好的本次解说到这里呢 也就告一尾声 我在门口的厨房里 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纪念品 三大垃圾抱戴下 谢谢大家 欢迎下次光临 我是你的解说员张柏阳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感觉杨丽颖穿上这个混进去也看不出 我们最近做节目呢 其实压力还挺大的 李旦在群里问大家段子写的怎么样了 我们都不敢说话 因为我们怕李旦发现 我们还在这个公司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婚姻 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其实很像婚姻 第一 我们欣赏彼此的长相 第二 我们孝敬彼此的父母 第三 我们之间只有亲情 没有爱情 我妈最近还开始跟我们俩催婚了 我们就特别烦她 因为她一催就停不下来 听她催婚就特别耽误时间 听她催婚的感觉 就像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腹泻 就是我以为她终于要结束了 我一站起来 她又来了 我妈最近还会给我们两个介绍相亲 有一次她联系了她的一个朋友 给我们俩介绍了她朋友的一个儿子 我们现在就怕她到处去问别人 张姐啊 你们单位有没有人品好的 工作稳定的 相貌端正的男 双胞胎啊 我们身边就总有些人特别烦人 自己结婚了就开始催别人结婚 搞得我觉得婚姻这个组织特别神秘 你进去了就得发展下线 我觉得你不要总想着把婚姻安立给别人 你的婚姻好不代表我的婚姻就会好嘛 那是想找优越感 那根本就不是想分享 你要是真心想分享 就应该让大家都加入你的婚姻 而且他们催婚用的那些理由 真的太损人了 什么岁数到了 差不多得了 再不嫁你就嫁不出去了 怎么能用这种鬼理由去说服别人呢 这种鬼理由不应该留着说服自己嘛 而且你很难想象 一段美好的婚姻 会开始于这样的理由 你们想象一下 要是威廉王子跟凯特求婚的时候 凯特他妈从马车后座上冒出来 跟凯特说 你都三十了 差不多得了 就这个 好吧 但是我妈还会跟我们说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婚姻是为了两个家庭的幸福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妈一定要决定我嫁的是谁 这样即使我离婚了 至少我妈幸福过 我觉得我妈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她看的那些剧里 一段美好的婚姻只需要一个人的坚持 不管老公变成什么样 好女人都要一个人扛下去 老公变成一个不顾家的人 她要一个人扛下去 老公变成一个不爱她的人 她还要一个人扛下去 就算她老公变成一袋土豆 她都要一个人把她扛下去 对她们来说 婚姻就是给老公多做一碗饭的事情 饭放凉了就再做一碗 再放凉了就再做一碗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祭奠她老公呢 搞得好像一个女人 她只要没有爱情 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女人之间连友谊都没有了 连闺蜜这个词都有贬义 比如我们跟杨丽玩的挺好的 如果我说杨丽是我哥们 你就感觉我们关系很好 但如果我说杨丽呀是我闺蜜 你就会 嗯 要爆料了吗 是Rock吗 在这儿埋着 没办法 这没 太滑了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我们在电视电影里 都看不到真正的女性友谊 但是能看到特别阳光的男性友谊 你们想想那些海报 如果是一群男生朋友在海报上 他们一定特别开心 比如中国合伙人 但如果是一群女生朋友在海报上 他们就已经开始互相伤害了 小时代 沉风破浪的姐姐 我们能想到的唯一一对不勾心斗角 不互相伤害 又不抢男人的双人大女主 就只有闪铃 哇 这个衣服也很好 演艺 演艺她的表情好吓人 这也到了观众 这没致了 这服装 这个观众变到了 但如果闪铃是一对男双胞胎来演 他们俩就会这样 然后我妈看到一对男双胞胎就会说 要不要相亲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什么好吗 今天的主题是笑而生活的解药 我想说就是 今天的题目是笑而生活的解药 你们都同意这句话吗 可以 就这边观众可能放松一点 你们不用那么紧张的 今天虽然是决赛 但是是我们比 大家可以放松一点 我感觉今天有的观众 比我们演员还要紧张 刚才我就在门口 我看到现场导演说 今天的录制是冠军总决赛 一个句话 有啊 摇равля 我拍摇 他的送去 他要走 应该是 就怎么了 赢了一只脱口秀大王 脱口秀大王就可以管理这个脱口秀帝国了吗 没有 没有任何权利的 最后还是李旦在管 他还算什么 脱口秀王中王 所以我早说了 我不要当什么脱口秀大王 我只要我们公司51%的股份 有了这个股份 我可以直接开除脱口秀大王 到时候我李旦也开除 早就看大不顺眼了 于谦也开 说话信息量太少 就剩下我跟无形老师两个人 手拉着手 往前走 在CP评委的道路上永垂不朽 还有人记得今天的主题吗 笑对笑 笑对笑 其实我和你们一样 我平时也会看一些那种搞笑的节目 什么 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就是 这个口味会有点不太一样 就正常的喜剧节目 不会让我笑出来 这节目我从来没觉得好笑过 我从来不看这 我只看那种把人陷入困境的节目 就比如说那种变形剂那种节目 哦 太好看了 哦 经常把那种城市的小孩 把他拉到农村 让他待上两周感受生活的不易 那个男孩那种刚到农村特别兴奋 对于那种农村充满那种向往那种 一进门 奶奶 你好 我是你的孙子换来的张志强 特别兴奋 奶奶奶奶 我在城市是跳街舞的 是玩HIPHOP的 那奶奶 HIPHOP的 HIPHOP的 HIPHOP 好吧 POP POP 然后男孩就开始感叹农村的美好 啊 这空气太新兴了 我早就厌烦了城市的喧嚣了 一周后他又呆腻了 在农村里偷了辆旅车就开始往市区跑 奶奶骑着电动车就追到了 奶奶一拍他肩膀 他就转着奶奶泡泡 两周的义苦思甜生活 让他知道生活的不易 回到城市的家门 一进门就跪下 父亲母亲 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孩子给你们送一块牌匾 刮起来一看 再生父母 这片的成语水平不太行啊 被一个维吾尔族朋友教育了成语 然后就开始给家里人提建议 爸 我觉得咱们家客厅不应该空着 他爸说你的意思是 种一块地 把那木地板掀了 用开水把混凝土烫成红土 再种点韭菜 辣椒 椰子树什么的 什么呀 还有一种节目 还有一种节目 一般叫什么什么保卫站 那种我也特别爱看 就什么什么保卫站 什么什么调解员那种 哦 那种节目也太好看 他每一期的 他每一期的那个名字一听就特别好看 就特别想看知道吧 那种败家四十万的时髦妈妈 逃跑的孝子 在酒吧里搂着妖艳女孩的小眼脱口秀 演个括号可能是某公司高管 哦 太想看了 太想看了 那种节目真的太好看了 一般先生上来一个当事人开始状告那种 他当时赌博欠了他们那个四十多万 那种人口音就莫名其妙 当时他赌博欠了他们四十多万 然后一个镜头打到那边 登登 他还给那个叫小静的补办 登登 现场观众 然后主持人还说事情不够大 小静是谁呀 小静就是他老婆 主持人们那你是谁呀 登登 我是他邻居 我就来转过他最近太顾佳了 这个时候也不好吗 哎 不好笑吗 这一段 我真太莫名其妙了 我以为这是我整天稿子里面最好笑的部分 居然不好笑 哦 接下来的部分 我接下来的部分 我会非常愤怒地讲下来的 哎呦 这种节目 哎呦 我的太生气了 你声音小点儿不扬 这种节目一般还有个家庭调解员的成分 一般叫张教授什么的那种 他那个建议 就他会综合各个因素 综合各个状态 你能提出一个超级建议 那个建议你一般听完就哦 我跟我女朋友不就是第四种 威胁扭曲下健康情理关系吗 然后他还满嘴那种台湾腔知道吧 他会那种专业词汇那种总结出一个专业建议 然后用台湾腔告诉你 台湾腔你一听就觉得 什么都没有他专业 他说什么都很专业 就那种其实这两个家庭间的生活状况 矛盾综合在一起是有一些问题的 现在可以看出 整个这个家庭当中是有一些矛盾存在的 那存在既合理但是合理在哪里 这四十五万元的败债到底出现在哪里 阿诚璐出现在哪里 你想聊一聊吗 聊一聊怎么就出现在你那里 我觉得咱们节目要这样我肯定看 我觉得肯定特别好看 那种程度一上台大家好 我其实跟斯文早就已经七年只养了 一年比一年养 年年都养 就是然后后面养的受不了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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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然后我就养成了一个坏毛病主持人 是赌博嘛 谐音梗 当时 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就是我认识了卡姆 然后卡姆把我带到不三不四的酒局上 给我介绍了建国 他说这位是建国 然后我就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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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用搞笑 我们用搞笑来比赛这件事本身就很不搞笑 脱狗秀比赛 我觉得赢的人不是最搞笑的 是最能比赛的 比赛不是生活的解药 笑才是 谢谢大家 这么安静啊 炸了 炸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我想结婚 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 等人家都特别诧异 问我为啥 为啥呢 我举个例子吧 上回路途为赛 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 回到家之后 我一看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 饿死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 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 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 但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啊 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他要跟我说 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行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那他说啊 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 他说你看啊 你好歹是一个网红 我怕咱俩分手了 上热搜别人骂我 我说我也没有红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 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 凭我对你的了解 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说这么的 略行 我给你吃一个招 你呀 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 然后呢我就来了 我行的这回我到这 真的呀 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 越幽默越好 那过日子多快乐呀 所以现在啊 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 他们在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雪芹你一下爆了 雪芹晋急了 其实吧 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 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 笑啥呀 笑脸在哪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也被人追过 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他当时单膝归地 捧着一束玫瑰花对我说 李雪芹 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吧 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 我这一辈子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我妈不让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 真的 在这里我想对十一年前 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 开远线 第八中学 八年级三班 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 我妈让了 头皮疤吧 这下不能乖场子了 不乖自己吧 虽然我小的时候 我妈不让我搞对象 但她现在特别着急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我是个单亲家庭 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 一直就希望我能找点有个人陪着我 跟我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我妈催婚呢 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 姑娘啊 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 家里呢也没个男人 过年买这些东西 咱俩一点点往上搬 妈老了 搬不动了 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 我说妈 你放心 我保证明年过年 咱家多一个男人 我妈说嗯 我相信你 果然到了第二年 我妈结婚了 那个时候吧 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 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 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自己把我作业给写 过了半年之后 哎 我爸也结婚了 我就怀疑啊 我说是不是结婚 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KPI 每个三口之家 正常的情况下 要完成两次婚姻 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 家里业绩完不成 哎行子别逼孩子了 把咱家这个KPI给完成了 要不是我爸妈这么这么机智 真的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 她这个跟老田姐姐 我觉得票肯定会非常高 对吧 其实我说这些啊 是想跟我爸妈说 这借此机会啊 我说 我爸我妈都结婚了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结婚 但是我是真心的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 至于我呢 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就结婚这个事 你俩都手把手教我三遍了 我指定能学会 谢谢两家伙计 大家好 耳朵来 今天题目叫笑是生活的解药 就是喜剧节目总很喜欢搞这种题目嘛 就是夸大笑的作用嘛 就是啊笑可以治病 笑可以解忧愁 其实就是来骗你们看这种节目的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这个节目 我们放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钟播出 就你再不笑来不及了 工作了我真来不及了 我真的比赛比到这个时候 真的已经淡尽良久了 三天之前 比赛三天前 我这稿子还一塌糊涂 傍晚的时候 我给我爸发微信 我爸我真写不出来了 把我写的老马戏道发给他了 我爸都没说安慰我一下 他回来我 他说我在外面应酬 等我回去我给你写一篇 我都没当回事 晚上十一点多钟 发了我一个两千多字的稿子 发过来 我特别感动 我说我在节目里面 这么吐槽我爸妈 我还给我写稿子 我说难道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吗 结果一看那个稿子 是我爸吐槽我爷爷的 这都不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喜剧的力量 我给你们讲一小道 我爸写的 我不敢全讲 是因为我爸还想拿剩下的部分 参加明年的特殊小大会 人家听我说 他小的时候条件差 在农村 家里非常艰苦 偶尔能吃一顿鸡蛋酱 我奶奶特别节约 做鸡蛋酱 不舍得放鸡蛋 吃饭的时候 我端上来之后 我爷爷就翻了翻那个鸡蛋酱 就嘲讽他 说你这鸡蛋酱做麻烦了 我奶奶说怎么说呢 他说你就应该 往咱家那个大酱缸里面 打一个鸡蛋 咱们天天吃鸡蛋酱 这就是我爸的段子 反正也不打地 好的话剩下 我就都用了嘛 对吧 我又不傻 但问题就是 我爸给了我这个素材 段子不关键 主要是我给了我这个素材嘛 旁边偷偶修员 看着我了这个素材 都特别嫉妒对吧 他觉得 哇 偷偶修比到最后 居然还要拼爹 真的是 而且我爸这个段子 其实越看越好 我就甚至看到了讽刺 我就觉得我爸 就是拿了那个稿子之后 就觉得 哎 你这稿子写的 怎么跟你奶奶做的鸡蛋酱似的呢 说个偷偶修 怎么不舍得放梗呢 你这偷偶修都写麻烦了 你就找本字典 往里扔一个个人 天天能说偷偶修 但说实话 这事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祖辈父辈 生活这么不容易 我爷爷鸡蛋都搞不到 还不忘记搞笑 这是多大的乐观 对吧 真的 我再给你们讲 另外一个小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 我爸有一次来了 一个英国的客户 然后随便吃了两顿饭之后 然后英国人就飘了 觉得说哎呀 就中国的酒也不好喝 中国人也不能喝 我这两天都没喝多 我爸觉得 这么合理的诉求 应该得到满足 就去跟他喝 零星前还问我说 就咱们东北那些 喝酒的那些绕口令 什么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 就舔一舔 感情厚喝不够 感情铁喝吐血 用英语咋说呀 我哪会 我说就是那个 Don't worry be happy 然后直接去了 真的那天就喝到位了 直接把老外喝进了ICU 都不是我爸的问题 是因为我爸去了之后 老外光光喝 我爸只是陪着 我爸还劝的是 你多吃点菜 我爸也不会说 我爸只跟他说 Don't worry be happy 那老外真的是 越喝越happy嘛 真的是 最后我觉得 送到了医院之后 我觉得医生看见 这么一个昏过去的 英国人都嘀咕 你知道吗 这么大个英国人 用现代话说 几个菜喝成这样 醒了之后 不好意思 我跟我爸第一时间 去医院看他了 见到我爸第一句话就是 Oh my god 我还跟我爸反应 我说他说 我的神啊 我爸说 啥什么神的 叫哥就行 说实话 我爸那两天 看似云难风轻 其实挺紧张的 他偷偷买了一本国际法 看看会 会不会产生一些国际纠纷 说实话 他担心不多余嘛 人家来谈生意的 结果差点永远的扎根 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轻则不合作 重则起诉 你都误为过嘛 结果英国人特别通行大理 就说没事 都是我自己要喝的 我成年人 我为自己成年人负责 然后我们真不好意思 跟人道歉 真不好意思 我们最后为了确保 他接受了我们的道歉 还拉着他喝了一顿道歉酒 真的 这次吸取的教训 特意换了懂生活更快乐的老村长酒 喝的那叫一个开心 他问我啥叫懂生活更快乐啊 我说就是don't worry be happy啊 我今天这段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 很多人觉得说 怎么没有说什么道理 这期没有道理 就是两个快乐的小故事 既然听这么多道理 都过不好这一生 还不如笑着就来过这一生 对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谢谢